而接着来看到的是象征永续发展指标的SDGs 是中央和地方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而今周刊10号在台北市的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了城市永续与民同行2022SDGs卓越城市论坛 邀请到了台湾多位的县市首长来分享台湾的经验 那么也包括了花莲县长雪正卫 他也分享了如何推动花莲成为有机之都 建立永续农业里程碑的作为 象征永续发展指标的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城市新显学 而永续政策要如何落实将社会形塑为永续的共同体 是中央和地方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由今周刊举办的城市永续与民同行 2022SDGs卓越城市论坛 10号在台北市进行 除了邀请日本神奈川县分享在永续推动上的愿景和具体成绩 也邀请桃源市、金门县、高雄市和花莲县 针对各特色城市的永续治理方针 城市推动指标以及经济发展面向进行交流 评选出表现最优异的最强城市 我们发现不同的县市在17项的SDGs的指标里面 大家都各有独特的表现 然后也有独到之处 这次的论坛 我们邀请了成绩卓越的城市来共同响应 以县市之间互学共好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一起为台湾的永续未来努力 现在的有机农业是我们力推 而且在109年2月我们已经成立了有机农业促进办公室 而有机不只是农业 有机是全人 等于说城市其实就是一个有机 在人与地、天地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如此 所以有机农业再往下推动 当然就是智慧农业的部分 但是其实其他的政策里面 我们推动到绿能以及我们的观光 或者是智慧交通、智慧经济、智慧观光的部分 其实通通都融合到 永续就融入在花莲的生活智慧当中 是一个生活态度 所以永续就是花莲的日常 县长徐正位以深川离海以及花莲有机农业等内容 分享如何以花莲的好山好水最为基础 朝永续发展的有机之都兼具观光的理念迈进 另外包含桃园市长郑文灿、金门县长、杨振武 以及高雄市副市长罗达生都出席与会 期盼凝聚地方永续概念 建立跨领域以及跨县市的合作模式 让更多县市共产盛举 落实永续宴景 记得蒋邦彦 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useum